它的位置是在哪里 先把这个程式 它的位置 就是在这里 www.vbguide.com.tw 这个网站 算很热门的网站 它总上网人数有这么多 多少呢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你会想说它是不是灌水式的 是不是灌水式 你用重新增就知道 现在后面是2对不对 还是2 它不是灌水的 灌水你一直按一按 它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网站太多人用了 几乎所有vb的程式设计师 都很喜欢这个网站 然后你可以全文检索 这边的话就是身份证 对对对 身份应该这个份吧 身份找找看 有没有 国民甚至还有香港的也都有 还有大陆的好像里面也都有 那我们怎么写 其实这边就有了啦 那你要怎么做 很简单 这个就是在这里了 所以你们等一下 可以自己 第一个先找到 公司也在上面 反正很清楚 说明都有了啦 太清楚了 你根本自己看一看 去买一本书还要划算 还要值得啦 很清楚了 而且程式码都有 复制贴上就会了 你只要复制贴上 会改程式 这样就OK了啦 所以其实说真的 程式设计师要做的工作 不是像以前我们所想的 那么艰深的 那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第一个 你要去 开启VB 把VB开起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做 如果要完成 像刚刚那个程式的话 我们只要做几个动作 就可以了 VB先开起来 然后就这边的话 标准执行 然后 接下来的话 一样嘛 先一个Labor 有没有 在这里 请输入身份证号 有没有 在这边 是这样子 Labor嘛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了 然后再一个Test Box 在这里 然后这边的话 把这里面清除掉 清除掉这里面 没有预设的字 再来的话 你如果限制它 最多只能十个字 有没有 这边改成多少 十 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按钮 那至于属性的练习 你们自己在练习 比如说变颜色 或者变什么什么 等等的 证 不 确定 好了以后的话 再来 按一个 点两下 有没有 然后你就去 判断说 If 或者 直接怎么样 If 那再来就是 我要把那个 刚刚的那一段程式 放在哪里 其实你就 切换过来 然后就把 把这个程式 从方圈开始 一直复制复制 到N的方圈 N的方圈 N的方圈 方圈开头 方圈就是函数的意思 N的方圈 把它复制起来 但是它这里会 让你怎样 不能复制 你记得要Ctrl C C C会吧 然后就把它 在下面这里 下面 不是不是 在它的下面 按Ctrl V 这样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用它 那怎么用呢 If If什么呢 空一格 DFI 有没有 ID Check 大小姐没关系 Check什么呢 底线 TW 等于True True True 然后的意思 Enter 是不是打错 打错 难怪它 如果你打错字 它大小姐就不会变回 如果打正确 它就自动帮你 把大小姐改正了 这是一个 很不错的功能 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先给它一个Else Else就反之 然后记得在最下面 在And And if 习惯最好先把 它的架构先做出来 上中下 上中下 接下来的话 如果 它这个等于True 就是正确的话 Message Box 就是给它一个讯息 Message Box 刮弧 就给它一个叫 号码正确 然后这样的话 有没有 那另外反之 反之就是Else Else这里 按一个Tab键 让它里面 这样比较有结构性 号码 错误 完成了 简单吧 只要会Ctrl C Ctrl V 就写完成式了 至于里面写什么 我是觉得你们要下苦工 自己去看 最好印出来慢慢看 而且这边都有一个注解 应该都看得懂 知心看看 输入 对 贴到Marge里面去而已 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错误 刮弧 要传给它什么 要给它一个东西 不然它怎么去帮你检查 Test1 有没有 点什么呢 Test 就是Test1 就是那个TestBus 第一格的 里面的文字 所以这边的话 要给它一个 Test 这个地方 Test1 然后就执行 有没有 错误 对着错误 那F123456784 这是正确的吧 正确 那如果其实最好你可以写一个 改写 叫身份证产生器的话 就是叫 你可以比如说 这个错误 但是 号码错误 建议你 使用什么就好了 有没有 它就一次 身份证产生器 那你这个地方怎么写呢 这个地方就要修改了 很简单嘛 其实只要 再把这个地方做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这个里面很多很多东西 可以去写的 可以去写的 那这里的话 那你们先试试看这个部分好了 要啊 就是几个动作嘛 还记得嘛 标准的嘛 然后这边 123 那这边点两下 贴上去嘛 贴到下面 然后就写这样子就OK了 先完成到这一步啦